历代至上 第十七章 大卫住在自己宫中的时候 他对拿丹先知说 看啊 我住在香伯木做的王宫 耶和华的约柜却在帐墓里 拿丹对大卫说 你可以照你的心意去做 因为神与你同在 当夜 神的话临到拿丹说 你去对我的仆人大卫说 耶和华这样说 你不可建殿给我居住 因为自从我领以色列人上来那天起 直到今日 我都未曾住过殿居 只是从这帐墓到那帐墓 从这帐篷到那帐篷 我和以色列众人 无论走到什么地方 从没有像以色列的一个事实 就是我所吩咐牧养我的子民的 说 你们为什么不给我建造香伯木的殿羽呢 现在 你要对我的仆人大卫说 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 我把你从羊圈中选照出来 使你不再跟随羊群 使你做领袖管制我的子民以色列 无论你到哪里去 我总与你同在 在你面前消灭你所有的仇敌 我必使你获得名声 好像世上伟人的名声一样 我要为我的子民以色列人 选定一个地方 栽培他们 使他们住在自己的地方 不再受搅扰 也不再像从前被恶徒苦害他们 好像我吩咐试诗 统治我的子民以色列人的日子一样 我必制服你所有的仇敌 并且我告诉你 耶和华必为你建立家世 你的寿数满足 归你立足那里的时候 我必兴起你的后裔接替你 他是你的众子中的一位 我必建立他的国 他要为我建造殿余 我必建立他的王位直到永远 我要做他的父亲 他要做我的儿子 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他 像离开在你以前的那位一样 我却要把他建立在我的家里 和我的国里直到永远 他的王位必永远建立 拿丹就按着这一切话 和他所建的一切告诉了大卫 于是大卫王进去 坐在耶和华面前 说 耶和华神啊 我是什么人 我的家算什么 你竟带领我到这个地步 神啊 这在你眼中看为小事 你对你仆人的家的未来 发出应许 耶和华神啊 你看我好像一个高贵的人 你把荣耀加在你仆人身上 我还有什么话可以对你说呢 你认识你的仆人 耶和华 为了你仆人的缘故 也是按着你的心意 你行了这一切大事 为要使人知道这一切大事 耶和华 照着我们耳中所听见的 没有谁能与你相比 除你以外 再没有别的神 世上有哪一个国 能比得上你的子民以色列呢 神亲自把他们救赎出来 做自己的子民 又在你从埃及 所救赎出来的子民面前 驱逐列国 以大而可谓的是 建立自己的名 你使你的子民以色列 永远做你的子民 耶和华 你也做了他们的神 耶和华 现在求你永远监力 你应许你仆人 和他的家的话 照着你所说的实行吧 愿你的名 永远监力尊大 以致人人都说 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实在是以色列人的神 这样 你仆人大卫的家 就在你面前得到监力了 我的神啊 因为你启示了你的仆人 要你的仆人 为你建造殿雨 所以 你仆人才敢在你面前 这样祷告 耶和华啊 唯有你是神 你曾应许 把这福气赐给你的仆人 现在 请你赐福你仆人的家 使他在你面前 永远存留 耶和华啊 因为你已经赐福了你仆人的家 他必永远蒙福 就在你面前 感谢观看